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叫网络承引呢? 就是当我们过度使用互联网 而严重影响了什么? 本身的健康、学习、工作、日常生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等等 这样的话就会叫做承引 承引都有些分类的,有不同的类型 例如网络关系承引 例如承引用即时沟通工具 例如MSM、Yahoo、Messenger或者WhatsApp之类 就是去结构朋友 就是处理了正常、日常生活、真实的人罪关系 第二就是网络色情承引 听不明白就知道 就沉迷在色情的影片 或者色情的话题、聊天室 经常沉迷在上面 第三就是网络的交易承引 即是经常上去eBay 或者是淘宝 经常打算去交易、买东西 甚至是赌博 参与这些活动 第四,网络的讯息承引 即是不能够自控 无聊无聊 都要上网去看东西 找一些资料 找一些和自己学习 或者生活无关的资料 其实是脱不了身的意思 第五,网络游戏承引 大家听过就知道 很多同学都有一些现象 就是不断去玩游戏 包括用电脑、电视或者手机 那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在心理方面 当然是上瘾 基本就是什么意思? 如果不用的时候 就会觉得自己 哎呀,有些掉瘾的症状 好像吸毒那样 例如抑郁、焦慮、消沉 不开心、暴躁 即是不能玩的时候 就会哩哩乱 第二,在心理方面 在身体上 都有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上得网多 就会令到我们的神经系统 就扫乱了 可能会导致失眠 头痛 有些人经常头痛 不知道 原来因为经常用手机 或者经常上网 确实是 背部总统 因为姿势不好 眼睛疲劳 因为经常对屏幕太多 特别是手机的屏幕 是比较小一点的 第三,就是人际关系方面 过分沉溺在网上的世界 会很容易忽略家人和朋友 会影响大家的关系 甚至是不懂得跟别人 好好地沟通 怎么知道自己是否上人呢? 其实以下是有些问题 你可以回答是或不是 看看自己是有多少 第一,你觉得自己已经被放下佔据了 不用就不行 第二,你需要花更多时间 去使用互联网才能够觉得缓足 第三,你多次尝试控制 或者停止使用互联网 但总是失败的 都搞不好 第四,想中展网络 连线的时候 想不用的时候 你会觉得闷闷不乐 情绪低沉 或者很容易发怒 即是不开心 第五,你上网的时间 往往比原来你想用的时间长很多 初初可能想着上网半个小时 谁知道用了两个小时 第六,为了上网影响了重要的人际关系 包括人际关系 爸爸妈妈,同学,朋友 另外影响了工作 或者影响了教育的机会 影响了读书 对你来说就是 第七,你为了隐瞒自己 使用网络的程度 就是常常跟朋友和家人说大话 即是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上网这么多 第八,你上网是为了逃避问题 或者释放情绪 例如,因为自己又不开心 焦虑,嘴上无助 利用上网去逃避 好了,这八条问题中 数一下自己在家一条是事的 如果零至三条的话 即是说你也不是很严重的 但也要注意一下 如果有四条问题 你便开始要留心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机会沉迷上网 影响日常生活 对自己的学业 家庭、人际关系 甚至身体或情绪 有影响 要答五条以上是否 你的上网行为 可能已经到了失控的阶段 沉迷上网 已经影响了你日常的生活 你应该立即去求助 重新建立健康平衡的生活 最好现在立即去找老师 或者去找许姑娘帮忙 怎样可以健康一点上网 不会沉迷 首先第一 上网或打机的时间 要调教 每天就不要超过过半钟头 第二 早睡早起没有迟到 上网打机的时间 就容易将生活颠倒的 特别是晚上不断在打机 所以大家都要提早休息 一定要设定一个时间 几点要睡觉 任何情况下 都不再打机上网 避免上学的迟到 和上课没有精神 和抗货 上不了学 第三 娱乐无穷要平衡 什么意思 将读书、娱乐 或者其他事情 做一个运动之类 要的时间要平衡 设好时间表 就不要影响到 正常的健康和学习 有几个口号 online游戏很够分 学习不分心 打得开心 学得专心 打机上网更认真 打机上网有空 玩也可以 不玩也可以 即是我们可以控制它 而不是给打机上网控制自己 自主自觉 我最有心得 最重要是我们做回自己 不要被其他事情控制到 所以各位同学 都明白什么是网络成人 千万不要被 上网和电脑 控制我们自己的生活 好了 各位同学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